下面新加坡同修提问 家母个性刚略 说话了叫耻 在弟子结婚前 对弟子的媳妇 是柔软的性格和简朴的家庭背景 总是不太能接受 弟子结婚之后 他们婆媳之间 各合更深 媳妇现在虽学佛 对家母也有很深的各合 请问弟子应该怎么办 这个事情好办 你这个请你的夫人 到最好的时候来 年同你的母亲一起 到炉江汤池去学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在那边看过 婆媳不乎 学了弟子归之后 婆媳抱头痛苦 都承认自己错了 婆媳就要相处得非常之好 所以还是这个弟子归起的作用 弟子归在家里学 效果就差 你到那个地方去学 效果就殊胜 那是磁场不一样 大家都在学习 你看到那里会受感动 啊 嗯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